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萧丑没把我耽误 我怎么就把自己耽误了呢 希望亲亲能原谅我 奇怪 怎么发动不了了 还有只奇怪声音 不会是熄火了吧 糟糕 真的熄火了 下班高峰 打爹的话反而会更晚道歉 反正也不远 赶紧回去才是 对不起 锦燕 亲亲 妈妈回来晚了 妈妈 哥哥突然倒下了 我怎么叫也叫不行 你怎么当母亲的 出了名就可以留着两个四五岁的小孩子看家吗 很危险的 知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以后会注意的 孩子的父亲呢 怎么就你送孩子过来 孩子的父亲 没了 我不想告诉他们 算了 你也有难言之隐吧 孩子现在需要留院观察 你先去付医药费吧 好的 谢谢医生 是我太急着回国 忙着公司和房子的事情 疏忽了亲亲和锦燕 才没几天就出这事 得快点帮他们找个保姆 亲亲 走 我们 亲亲 姐 你为啥想不开要吃变态辣加冰激凌呢 你就少说两句吧 没看到你姐难受吗 挺生龙活虎的哈 现在我就把大明星斯琳娜 因嘴馋把自己吃进急诊的事情送上热搜 别排别排 你还是我亲弟吗 小孩子的哭声 妈妈 你在哪里呀 妈妈 大晚上呢 小孩子怎么会跑得急诊这儿 持轩 过去看看吧 嗯 这位小公主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王子殿下 小公主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呀 千千只是上厕所 就把妈妈搞丢了 不是瞎跑迷路了 不行 妈妈说过 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也不可以和陌生人握手 会被大漠王抓走的 会被大漠王抓走的 大漠王抓走 你怎么会帮多了